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受尽生活挫折 即折磨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Heda 自小就形成自卑自卑的性格 而且自想较为负面直到长大成人后 他才有机会与亲生父母相见可惜父母都各自组织了新家庭 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 交集并不多在他20岁那年 他第一次与几个朋友尝试加班并开始创作写歌 不过之后 为了继续学业出身平昏了他 好遇到很现实的社会问题 最后又选择放弃音乐回归校园 直到五年后 他无意中就重新再接触音乐 心中埋藏已久的那团伙 彻底被点燃的是过去台湾参加歌唱比赛 虽然洛败诸如此不灰心 后来还去了外国学习迟到29岁返岗 他仍然决心要勇闯乐坛 并在机缘巧合之下 获得TVB星梦娱乐老板和车途的欣赏 决定签他成为旗下歌手至此 HELLO总算正式成为了一名歌手入行之后 HELLO被安排为TVB剧集演唱主机曲 虽然作为新人难免要面对批评 但HELLO的心态调整得很好并迅速改善 令自己继续进步希望获得听众的认可 获得TVB力捧的他 陆续为多部剧集继续主唱剧集歌曲 HELLO已因此入伴 广为观众认识知名度大增 而在前晚的颁奖典礼中 HELLO横扫了 包括最受欢迎女歌星在内 一共六个奖项成为大赢家 虽然对受质疑 但亦有FA对他获奖表示支持 指他实质名归HELLO受访时表示 自己确实很满意今年的成绩表 但坦言从未想过 会夺得最受欢迎女歌星大奖 就连自己都感到很惊喜 他说 我真的没想过拿这个奖 不过踏入新一年 又要重新出发 明正言顺座新梦一姐 呵呵 你们不要这样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